字幕提供 阿汪你覺得出軌 只有零次跟無數次這句話對嗎 我覺得不對他會覺得對 嗯沒錯 我覺得不對 怎麼說 因為我覺得人是會長大的 那我問你喔你覺得有沒有可能 大部分的人都是 知道自己錯了 當下也覺得確實應該要改 我也真的很抱歉 我也知道我真的做得很 對不起你的事情 但是當真的有誘惑出現的時候 又會再去做 我覺得有些人會怕 有些人嚇到過就會怕了 會怕就可能不會做 如果我今天交一個女的 他全部都比別人好 我很難去選外面他媽的 很糟的欸 我今天能夠跟像 S-PAR裡面的韓團其中一個人在一起 你要我他媽跟下面的觀眾在一起 我他媽當然不要阿 他怎麼誘惑我都沒用阿 對啊你可能跟S-PAR在一起 那可能你跟 他不是今天跟冬天在一起 那如果今天那個 Karina也還在一起愛你怎麼辦 你可能覺得他們兩個好不一樣 冬天可能是可愛 然後漂亮 然後Karina是女神性感 這怎麼能比阿 這個是不一樣的東西 兩個都要阿 不要說能不能比 我連想都不敢想 呵呵呵 我剛剛一直在想 蛤阿 那好漂亮阿 我是難著我一定 沒有阿 反正就是 反正就是一定會有不同的誘惑 對吧 就是如果有更好的 會有誘惑 可是我真的覺得 不是 我自己回答你的話 我會回你不是 我覺得不是 我覺得高級都是 我覺得有可能出軌的原因 有可能是他沒有那麼喜歡你 他選了他更喜歡的 他如果更喜歡的那個人 沒有出現再更喜歡 那他就不會出軌 那怎麼會有所謂的 無數次 除非這個人本身就喜歡這種關係 他有些人不是阿 對啊所以他對那個人 沒有出軌阿 但是他對比較不喜歡那個人 他只會有出軌 零次跟無數次阿 不是嗎 不是說他這個人一生難辨 而是他對 就是 對這段感情 不一定也有可能有做錯事阿 嚇到了 有可能不小心阿 人總是會有 人總是會有失誤的時候嘛 我覺得真的沒有一定是怎麼樣阿 我身邊有男生是 也是有去嫖妓 然後 被女朋友抓到 然後在那段時間就會很不 就是會不敢嘛 也不敢看 什麼都不敢 然後再過一段時間之後 就更小心的去 這樣 就是剛開始會很乖 被抓到那段時間很乖 然後再過一段時間然後再去 嘖 看無絕的看人 可是我覺得阿 不管出軌 是一次還是零次 出軌就是笨 喔對阿 對 出軌跟飄忌 你不要賭 欸真的好問你喔 飄忌跟出軌是一樣的東西嗎 不一樣 為什麼 我會覺得不太一樣 為什麼 為什麼不一樣 出軌應該是連靈魂都出竅了 就是 不是有些人說是 精神上的 精神上出軌 精神上出軌 還是肉體上出軌 對阿 那肉體上出軌 有一些人就會在意 精神上出軌還是肉體上出軌 對阿 有一些人就是什麼 只要出軌就是出軌 所以我就說 嫖妓不就是肉體上出軌嗎 對阿 那這樣為什麼不算出軌 為什麼不算 那算出軌阿 阿你剛剛說不算 就是 他雞雞癢阿 就是你說 以嚴重性來說的話 我覺得精神出軌嚴重一點 對 但我是說嫖妓 因為有些男生會認為嫖妓沒什麼 他就不算出軌阿 他們會認為說 就嫖妓而已阿 還好吧 對你的另外一半當然來說是阿 蛤什麼意思 對你的另外一半來說 你出軌了 有一些人會認為 女生去在意男生嫖妓 沒有沒有 應該不算出軌 去嫖妓應該不算 為什麼又不算 你應該只是做錯事了 就肉體出軌阿 幹 兩次算嗎 我覺得還算 我覺得還不算 那你發現你的女朋友 去找 去牛郎店 跟他們上床 那這樣算出軌嗎 可能很帥阿 講得很帥 去一次然後上床一次 然後結束這樣 這樣算嗎 那為什麼女生這樣就算 好怪喔 男生不算 女生就算 我覺得 對我來說 如果女生去玩 這種 我可能不會覺得他出軌 可是我不會靠在一起 那 我的意思是講說 所以他如果跟別人 跟牛郎打炮 對我來說比較容易是 他跟別人談感情 比較像是出軌 我覺得啦 可是我可能 觀念是錯的 因為我覺得這個問題有點難 我覺得他今天就是去爽了 對啊 他去爽了 他沒有人跟人家談感情 那算出軌嗎 我覺得可能 對我來說可能不算 可是你問我受不受了 我受不了 就這樣而已 那大部分的人 如果真的要去 去跟別人做愛 不是都是偷偷來嗎 那你如果既然 嫖妓不算出軌 那為什麼不敢跟另外一半講 這不是很怪的事情嗎 就是如果你們認為 這件事情是沒什麼 是對的事情 或者是他不算 那為什麼不敢說 開放性關係 我本身是算蠻不支持的 我也不支持啊 對 他要講的還能去喔 對啊 所以這件事情 就是你的另外一半 一定會覺得 這一定是出軌的一種吧 不然他 幹嘛要跟你提分手 如果他發現這件事情的話 大致上應該都會提分手吧 因為你們有養貓 想說可能 共鳴 跟天靜母的相伴 我想問兩位 最近剛搬家 有兩隻貓貓 因為家人因素 害貓貓務實 不能吃東西 現在看到他 躺在客廳 看電視大小 看到想到貓貓麻醉 插管的畫面 又看到廚房的菜刀 跟空酒瓶 會有一些想法 這很正常嗎 你覺得咧 我覺得 對喔 陳男跟家人吵吧 最好的情況就是搬出去住 我是 我一定是直接吵 對啊 我不會直接搬走 我會直接吵 吵沒用啊 跟他們吵 他們也不會覺得他們做錯 就像我媽 沒有啊 吵吵看啊 他們不會覺得 貓咪有什麼 沒有 我不相信 我覺得 我的家人 看到我發瘋 不可能會 他們應該只有兩種選擇 一種是他們自己搬出去 一種是我搬出去 對啊 可是我要讓他們知道 你得告訴他們說 我生氣了 我覺得直接搬走 就是 可以證明這件事啊 就是我 平常住在家裡 然後我直接搬走 你欺負我的家貓 我就直接搬走啊 不需要 不需要讓我家貓看到 你不是嗎 沒有 我會吵 我不會吵 我就直接搬走 就是我被影響到心情呢 他也要被我影響到心情 他如果沒反應 那就動手 他總不會有心情影響到 我覺得很 那好 他講的不是家人 那假如是你媽呢 寵物也是你的家人 對 那他講如果是你媽呢 如果我媽也做這麼不理智的事情 那我要我媽幹嘛 那你是不是就會直接搬走 你也不能做他做 其實你也不能做他做什麼 你只能搬走 你只能 你只能 你只能就是 反正我一定會吵 我不會直接搬走 我不會默默什麼都不做 我是會直接 我會 我沒有會直接帶貓走 不是 貓貓這麼可愛 這麼可愛 但他們不會懂啊 就是 有些蟲子會覺得貓咪是 不好的 可能狗派吧 比較喜歡養狗 沒有我是不太能夠理解 有人可以就是 已經害死了自己 要差點害死自己的寵物 然後裝美死 對啊 我不能理解的是裝美事件 如果他誤死了 他很有誠意的道歉 我能理解 我也沒有那麼 幹不理智你知道嗎 可是 我不能夠接受 就是 然後他裝死這樣 就是 蛤 他不能吃這個 喔 那我下次知道了 就是那種 開玩笑 就是那種感覺 無所謂那樣的感覺 就是我覺得看態度 就是看態度 對啊 如果他真的也很難心 覺得 我們家一起養 貓貓怎麼樣 他也有去醫院看他 或有做些什麼 但是很多 可是我覺得長輩 很多都會這樣 那如果不行的話就吵啊 你自己養的寵物 你要保護好他 對不對 他是你養的寵物 搬出去住 我的意思就是今天 我們家兩隻貓貓是我的家人 對啊 如果我們家今天貓貓 真的受傷了 那你就是欺負我的家人了嗎 那你不是要保護好你的家人嗎 因為你要照顧好他一輩子 他接下來他們都要依靠你的 養寵物就是這樣嗎 我的概念就是 不然就別養啊 你養人要照顧好他一輩子 但是應該是講說 嗯 但是應該是講說 我的情況會變成想說 你也不可能去想 可能你媽是故意 要害死你家的貓的 可能他也是不知道 可能 忘記了怎麼樣 可能真的是不小心的 但是他可能就 發現他自己做做事 也不會到 那就別打哈哈 那你就認真顯 然後知道不要打哈哈 有一些長輩 就是他知道錯 他也不會道歉 那就直接跟他講說 媽我跟你說 你現在做的事情 真的是蠻垃圾的 就是你最少要有一點封密性 不可能 為什麼不可能 為什麼 因為大部分的小孩都不會對 我覺得這個就是男生跟女生的差別 女生這樣子久了不可能 男生基本上我覺得很難 阿嬤 如果就阿嬤這樣子 你敢對他大小聲嗎 阿嬤 阿嬤 他做錯多大嚴重 如果是小事 當然沒關係 如果阿嬤不能誤死的東西 你能罵他嗎 他罵一個 他已經中風了 你罵他 他直接直接 如果直接 我可能會用別的方式 就是你本來有很多種方式 就是溝通嘛 就 你要正經的跟你阿嬤講說 阿嬤 媽媽也是生命耶 對 但他們不會認錯啊 那他會怎麼說 你覺得如果你是阿嬤的話 你會怎麼說 因為我們家是 對寵物這種東西 是比較 不是這麼重視的 對啊 所以我重視的話 我就會跟他吵阿 對啊對啊 所以我要讓他知道 沒有 我不管他重不重視寵物 就是 我吵了就是 告訴你說 反正 你如果做了 就會有人來跟你吵 你也會覺得煩 他們只會覺得我在鬧脾氣 他們只會覺得我在歡 對 那至少你應該有歡這個動作 我知道他們是吵了沒用的人 就是他吵了 他們不會覺得怎麼樣 一樣的 他們一樣會忠實 那不如 我直接搬走 我不會不跟你吵了 我就直接把貓帶走 所以我的做法是這樣 對啊 我 我 我會覺得 為什麼一定 為什麼有什麼一定要吵 沒有一定 可是我相信 你是少數的 然後我只能跟你講 你先冷靜一下 因為你菜刀跟空 你菜刀跟酒瓶阿 你是會犯罪的嗎 對啊 你先吵吵看 因為你還沒吵 我看你現在的情況是根本還沒吵 我不是讓你去捅他 可是我覺得吵吵看 希望你不要動手了 不要衝動 對不要衝動 不要衝動 我能理解貓貓如果 家人 又不認的話 會有多憤怒 因為我自己 那個沒辦法 自己剛剛在想 我火都快來了 對啊 但是 但是那個 不只是貓 就是他們就是你身邊的人阿 每天陪你耶 這個東西 對不對 現在平常沒什麼用 可是你每天 他每天每天都在這裡陪你 對啊 對吧 阿喵 安安 我其實我沒有這麼多感情問題 我有一個穩定的女朋友 他非常漂亮 但是他有一個很困擾的問題 常常被周圍勾起奇怪的興趣 重點他煮的廚藝實在殘不忍睹 容易種鹹過甜 讓人 難以下口 而且他總有新的想法 容易脫離 為什麼你不知道他在講幹阿 可是他做巧克力咖哩飯 你沒做過 我沒做過巧克力咖哩飯 你要吃飯阿 不要 肉鬆皮蛋豆腐 是本來就有的菜阿 肉鬆皮蛋豆腐 是在外面小菜會有的涼拌阿 哪有這種東西 就 皮蛋豆腐跟皮蛋豆腐 為什麼會有肉鬆皮蛋豆腐 有一些皮蛋豆腐上面 會加一點肉鬆 是喔 就是會吃到的菜阿 是好吃的對不對 他一週都會下酒一到兩次 再如何勸他放棄呢 我該 嘖 不管怎麼樣 我還是很愛他 不用勸我們分手 我沒有勸過任何人分手 我都是勸和不勸你的 沒事阿 我這邊我是建議就是 吃習慣就會習慣的 對吧阿王 總有一天會吃習慣的吧 那個什麼巧克力咖哩飯 第一次 複合胃口 吃久了就合阿 我是覺得 我是覺得 好難勸你 勸你之後 如果我旁邊這個也動起來怎麼辦 什麼東西阿 怎麼動起來 沒有阿 我幫你去做菜阿 不會阿 這個 你先說說你的看法 我聽一下 我的看法 我感覺他就是在炫耀阿 他在炫耀他有一個很可愛很漂亮的女朋友 然後又愛做菜 又喜歡做野菜 然後每天就有愛心便當可以吃 然後又可以吃到這麼特別的料理 沒有我跟妳看到的東西不太一樣耶 為什麼 我看到的原因 我看到的有點像是有一個人 他生命受到極大的威脅 可是因為女生很可愛 他不敢直接講出這個生命受到極大的威脅 他現在向我求助 因為他覺得我這邊有點驚艷 最好是他哪有 他前面一直在誇獎他 不是嗎 他只是迷上了做菜而已 這做菜也不是一個很不好的興趣阿 他做出來的菜當然是好的興趣阿 對啊對啊對啊 重點他做出來的可能不是菜阿 他做出來可能是噴阿 他剛剛講的巧克力咖哩飯 這個可能大家不能接受 但也沒關係 肉鬆皮蛋豆腐 巧克力咖哩飯也有這做法阿 真的假的 有阿 可只是看你的比例阿 你巧克力咖哩多當然不能吃嘛 你加一點點當然是可以的 你女朋友現在只是廚藝上有一點問題 我想那個辦法 你以後他做菜的時候呢 你也在裡面 幫他試一下菜 告訴他 咸 甜 對不對 就是 味道怎麼樣 也很甜蜜嘛 兩個人一起對不對 對好甜蜜喔 如果你今天去上班 發現他已經在家裡做的話 先打一通電話給他 跟他講說 我們等我回去一起做 我還沒很餓 自己在餓都要講這句話 因為 我怕你只能吃一吃 可是他如果女朋友 就講說就是 啊 沒關係 我自己做就好了 下班回來 我就可以 你就可以吃到熱騰騰的一頓飯了 可是我人身體有點不太舒服 那你要去醫院嗎 我已經吃藥了 我等一下回去就會好 你怎麼可以空腹吃藥 對 我還在吃我的飯 搞什麼 空腹吃藥 對事情不好 我現在就去醫院 我必須講 你這個情況呢 我也有發生過 就是 你要想盡辦法 讓他知道外面的食物有多麼的美好 多麼的輕鬆 不用洗碗 不用收東西 用別的事情去誘惑他說 欸這樣子還會有垃圾 一直提醒他 喔這樣還會有垃圾啊 啊到時候碗要洗幹嘛 很麻煩 我也很擔心 然後如果女生會想說 沒關係 我洗他這種很良家父母 對啊都要走道 他才22歲的年紀 你要想說 這麼年輕 他一定很在意自己的外貌跟手腳 你常希望手會變出 我希望你跳在那裡 我會戴手套 什麼心理變態 老哥我跟你講 下禮拜啊 我希望你還可以在 每個禮拜寄一個信過來 三個字就好 我沒事 什麼意思 就寄這個就可以 至少那我放個心 你懂嗎 不會啦 我感覺他很幸福啊 最早報備一下 對不對 我跟你講 男女朋友 報備 我覺得不是很重要 這個攸關性命的 才要報備啊 欸欸 吃不死的啦 對不對 我們都吃那個地 那個什麼地溝 地溝油了 這個吃不死的啦 完全啦 你都吃後面長大的 他的情況跟我很像 蛤 對啊 真的好像 他除了比我年輕以外 沒有什麼事就是 在底下啦 你女朋友還那麼年輕 他總會長大的 總會有一天發現說 欸 這樣子男朋友 好像 身體會不好 都點不住 就是他總會發現 你身體會慢慢的不好了嘛 他也會 有所改善的 他不會直接把你逼到絕路吧 22歲跟34歲 對啊 他點得住 22歲那麼年輕 對不對 做一些傻事很正常的嘛 確實 對啊 對啊 他可以做到28歲 對啊 我不信他做到28歲 你還活著的情況 他廚藝沒變好 你也還活著啊 對啊 對啊 所以你廚藝變好了啊 對啊 我就變好 還不好說啦 先嫁一夜 好先嫁一夜 UZ豆豆 我和男友交往快五年了 我們相處很多方面都很契合 他也對我很好 只是男友在經濟方面沒有很積極 我一直覺得他明明可以往上爬更高 但是他心態很安逸 一直覺得說 目前這樣就很好了 我們差不多要進入 就是結婚購物的年紀了 如果真的要買房 他75大概 然後他50 這樣加起來125 要再消費 不好意思 這個 我想問一下 為什麼 你希望他賺得更多 你覺得他很棒 更優秀 能力很好 可以往上爬 他想要安逸 那他賺75萬 那你也想要要求他的話 那是不是你也應該要賺到75萬 因為你們已經不在同一個起跑點上了 你是50他是75 以我的角度來看 這件事情 雖然能接受 可是這件事情接受的就是 你得指著自己講說 可是我是女生耶 我不知道歧視任何人意思 可是你得指著自己講這句話 可以嗎 如果可以的話 那你已經承認我們的不對等 那可以接受 不然為什麼說 在你還沒有賺到更高的數字之間 你要去要求他去做得更好 我覺得他講出這個問題 他應該就知道 男女本來就不對等 因為 沒有 有些人一定不知道 我 我不是在怪任何人或什麼 就是你們在討論的事情 就是一般男女朋友 走到一定的程度 一定會討論的事情 對 一定100%會變成這樣 我是男生立場 他是女生立場 我們遇到的情況是怎麼樣 如果我今天不再做實況主 我一個月賺這個錢70萬 我現在覺得這個生活已經很好了 我甚至不想要買房 對啊 都很有可能 在台灣房子這麼貴 那在雙肥買一個房子 這個房子 他如果出比較多 如果我是男生 你是女生 這個房子要掛誰名下 你已經花50萬了 掛我名下嗎 如果他們兩個已經要 他們是結婚購屋的年紀 代表說 這個房子是對半人嗎 對 代表他們結了婚之後 才買的房子 那這個房子就會是兩個 那我覺得男生 應該會不想要有這個房子 因為會有壓力 為什麼他 額外扛這個壓力 這個東西 講簡單的 就是 我是覺得要買房 對 扛房貸壓力 生活比你還要想很多 其實你也知道這件事情 你跟你的男友說 你們購物會有困難 那你們兩個要 一起 變好 才 有辦法說服男生 因為 因為你看 我先講一下 為什麼我會有突然那麼大反應 因為我覺得你裡面 用的一些詞 如果是男生看到他已經超不舒服 看我一年賺75萬 你覺得我在改爛 就是如果是男生聽到一定會 第一時間就是覺得 靠勒 那你賺多少 可是這樣就很難聽 而且他們都是情侶 對啊 可是我覺得用詞上面一定要有 修飾 我不是說你這件事情對或錯 只是 你如果不修飾 除非他無感 沒有 主要是他可能覺得他男朋友的條件很好 就是 就是他男朋友的學歷 什麼的 應該可以在 薪水應該可以更好 那我覺得講法可能要變 就是 你可能直接跟你男朋友講說 你可不可以為了我去拚 而不是你單純覺得說他為什麼要這樣 有啊 其實他有 他是沒有講 他覺得 他可以抬得更高 但是他可以抬得更高 但是他男朋友 想要安心 可是你看 如果你今天跟我講說 你就像你或是他 你來跟我講好了 我是那個男的 呃 那個寶貝 我覺得75萬真的太少了 我覺得一個月要 我覺得一年至少要150萬 比較合理 可是我覺得我的能力 沒有辦法到那裡 而且我覺得我們現在的生活已經很好啦 現在我們這樣子的生活 你 你覺得不滿意 我讓你壓力很大了嗎 對啊 我想賣房子 我想要付頭期款 要先找出400萬 如果我們兩個只有125萬 然後我們又要生活 那我們只要做4年就可以付頭期款了 我們要做4年不吃不喝 不能繳任何房 但我們還不能有任何開銷 不能有任何支出 那就5年囉 5年的話你根本做不到 因為我們這5年 我們也是要生活也是要吃飯也是要做 那你發現重點嗎 其實我們現在生活不適合買房 而且我們現在已經過得非常舒服 只要去租房子 我們兩個這樣子可以過一輩子啊 對啊 對啊 那就租房子就好啦 為什麼要買房呢 你知道我的個性 我是屬於想要安逸的啊 如果我是他我一定會希望 那我是女生你是男的 好 你是想要安逸的 對對對 我應該比較像男的 對對對 75萬已經很多了啦 想怎樣啊 不是 可是我們兩個未來要有小孩要有房子吧 那以後小孩怎麼辦 小孩 小孩 小孩窮養啊 不是 我們現在兩個已經窮養了 我也會努力 我會賺到 60萬的 你可不可以也加油一點 賺到85萬 哼 怎麼可能賺得到 675萬也很了不起耶 怕85萬自己去賺 10萬自己去 跟地下鐵裝店 有有有 有可能這樣嗎 你這來太不好 這樣怎麼聊啊 抱歉 我必須講 他覺得他沒有能夠賺到更高 可是我相信 有些事情啊 你的男朋友可能比你更清楚 他得不得得到 他如果可以輕鬆拿85 他就不會選擇拿75 我覺得不合理 男生不會不想 可是他不會跟你講 他絕對不會跟你講 如果我75 要變成100有多難 這個難是讓我真的很不願意去付出 因為我要75我很輕鬆 我可以做很多選下來事 那我想了很多了 可是我可能只會跟你講一句 我覺得現在的生活已經很好 我很喜歡 可是他不會跟你講 他平常在晚上裡面講的事情是 幹接下來我還要每天再多付出這三小時 我才能夠得到這些錢 那值得嗎 其實不值得 我必須失去什麼什麼什麼 我覺得有一定年紀不會不想這種事情 因為一定都被社會毒打得很慘 理解 對 所以我覺得他們兩個的溝通可能是 你真的把你的訴求跟你男朋友講 讓他放在天秤上 把你放在天秤上去衡量說 他願不願意為了你平更有機會 所以現在很多男生 不太想結婚啊 就是當遇到的女生想結婚 男生不想結婚的情況 很多都是因為錢 如果是真的女方想買法 如果兩人都想買法 那男生可以平 因為我會覺得 這世界就是這樣 老實講就沒有所謂的公平 你要跟我說男女平等 你沒有 我們只能夠這樣子去嘴女生 可是你實際上 你還是點不公平 你還是對阿 就是 這房子喔 對半廚喔 怎麼看起來 我出三分之二 簡單講就是這樣子 可是相對的 女生也會有他 其他不公平的地方 對阿 女生有好處 女生也有壞處 都有的 本來都不公平 我們 我們會 丟出來幹狗對方 就單純 我現在不想解決事情 我他媽就拿著嘴你 對 我就不想解決 我就拿著嘴你 可是如果你們兩個 都想做這件事情 那討論完之後 讓男生多服一點可以 喔 我想先去蛋的廁所 你去吧 那我突然去喵喵 欸這個妹妹 我跟你講 我剛剛不是特別針對你的意思 希望你不要那個 因為這件事情就討厭我 我只在討 突然一個善口了 想說 幹這情況到底是怎樣 這是你 是他媽的 是我 是你 他媽的 是你 這個行動 有什麼 是他 是他媽的 是他媽的 我 是他媽的